到底该怎么做呢? 王小飞这时也正是有些头疼起来 阵法进行保护是可行的 可是用阵法同样也是不保险的事情 那毁灭大阵太强大了 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想了一下,王小飞感觉到 仍然只能是善能和信仰的能量 才能够保护自己了 营造了一个空间 然后这个空间可以借爆炸的力量弹开 能够挪移走大量的爆炸力 王小飞的头脑里面就冒出了太多这方面的想法 对了,挪移的力量,把爆炸的力量挪移走 王小飞这时也就如同开悟了一般 开始认真地想着自己可能碰上的问题 在关键的时候 把自己的意识包裹到善能和信仰能量之中 让层层这种能量来保护自己 在这包裹之外 更是设置一层层的防御阵 再在防御阵之外设置层层的挪移阵 王小飞开始计算着自己可能要承受的力量 当然了,他相信这种爆炸是在一个世界中产生 那种力量是无穷的 所以各种的计算必须是放大无数倍才行 现在每时每刻从各地到来的善能和信仰的能量多了起来 王小飞也就不再担心这些能量不够的事情 不管了,开始炼制吧 王小飞在丹海之中架起天炉 瞬间整个的丹海里面都是一片火焰 大量的能量注入到里面 然后王小飞用自己的神念 一点点地检查着收集到来的那些材料 这一看之下 王小飞也算是明白了天道的存在 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情况 不过对于王小飞来说 解决的办法自然也是有的 那就是采用引力波的手段 用强大的波动 把整个的材料都震碎 然后把天道的意志磨面 这些事情一做完时 那些材料就不再是原来的材料 而是变成了一些碎粒 在用引力波的方式震动之后 王小飞所需要的材料 已是重新组合起来 如此进行了几次之后 王小飞再查看材料时 已是没有了外界带来的那种天道的存在 规则也已是被王小飞修改 差不多了 又是数天之后 王小飞感觉到自己该准备的东西 都已经准备好了 看看天空再看看四处 王小飞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一种 生命存亡的战斗 是否能够从此永生 关键就看这一战了 到底能否成功呢 王小飞也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否能够取得成功 好了 一切都结束了 正当王小飞在这里准备着的时候 突然间一种黄中大驴般的声音传了过来 声音洪亮无比 整个的世界都在颤动 王小飞并没有任何惊愕的表情 全身的气息都凝聚了起来 然后双眼睁开就看向了天空 看来你已知道了一些情况 那个声音仍然很是巨大 天地变色 山河道卷 王小飞站在这里都有些不稳 你就是天道 或者说是创世主宰 果然你很聪明 没想到在我孕育的世界 竟然生成出了你这样的一个生命 大笑之中 王小飞发现自己的四周空间正在坍塌 笑了一阵那声音道 既然你这样称呼 那就称我为道吧 道 王小飞知道自己可能面临着一种极度的危险 整个的深情仍然凝重着 你想怎么样 想怎么样 问得好 太多的年月了 一直都没有一个与我对话的人 很是孤寂啊 仿佛在回忆 声音停了下来 四周的能量再次的平稳着 又过了一阵 那声音才传了过来 永恒是每一个生命都希望得到的 可是 当真正的得到永恒时 那种感觉并不太好 我们这样的一些生命 在得到永恒时 都有着自己的一些想法 而我 在得到了永恒 又经历了太多年月之后 我创造了这方世界 这方世界 在创造时 有一个规则 那就是 只要破开了这方世界 就能够取代我 无数的年月 还真的是看到了太多经验的人物 他们都走到了你这一步 可能是久远的原因 主宰也想找一个说话的人 竟然并没有动手 就在那里说着话 王小飞心想 自己该准备的也已经准备了 就一边防备着 一边听着他的讲述 想更多地了解一些情况 你创造的这方世界 竟然是以干掉你 为胜利 有这样的规则 制定规则 是每一个成为我这样存在的人 必须要做的事情 其实 你没发现 这样的规则 是我能够掌握的规则吗 在我的世界里面 所有的生命 都受到我的掌控 如同你一样的人物 也有几个了 不过 也一一地被我抹杀 在我的世界里面 是不可能 有人脱离我的掌控的 还有这样的事情 王小飞差不多要骂娘了 这狗屁的规则 就完全是 拿生命来玩弄 当然了 王小飞心中明白 根本就没有讲道理的地方 自己要做的事情 就是破开这个规则 仿佛是知道王小飞所想 道大小的 哈哈哈哈 没用的 你再有天大的能耐 也只是我的世界的一员 你的所有规则 都是我的规则 你没有发现吗 你所得到的五行规则 没感悟一分 与我的规则 就越近了一分 越多的规则感悟 我影响你的力量 就越强 哈哈哈哈 这方天地就是五行规则演化出来的 你再怎么样弄 也脱离不了这种规则 其实当你开始成长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你了 你是我见过的最强的人 或者说是最强的生命体吧 就算是这样 又能如何 在我的世界里面 一切都受我的掌控 难道就不能够任由我存在下去 王小飞问了一句 那是没有可能性的 你能够发展到这个程度 你得到的能量太大了 你并不知道的是 你夺取了我快一半的能量 任由你夺取下去 能量都无法支持我的存在 还有这样的事情 王小飞的双眼一亮 感觉到自己的成功可能性更大了 你必须要抹杀我 你是一个与我最近的人 也只有你这样的生命体 才有着与我对话的资格 不过也就是有这个资格而已 我弄那么一个世界 不外就是想娱乐一下而已 永恒是一个无聊的过程 没有一些娱乐的事情可做 真正的是无趣之极 我的世界就是我的一个 你们所说的电影院 天天看着你们打斗 天天看着你们感情变化 也只有这样才算是可以打发时间 本来想看看你继续做任务的 可是你太强了 强得我也有些害怕了 几次下来 你竟然并没有进入到新的轮回 这说明你有着一些不为我知的手段 有些脱离了我的掌控 我可不希望养一个生命体代替了我 这话倒也是大实话 王小飞听了之后也是无语 既然是这样 你就不该弄一个代替了你 就会让你死去的规则呀 沉默了一阵 道才叹道 我说过 这样做是我能够掌控的规则 对我是最为安全的规则 王小飞细细一想 还真的是这样 在这一方世界里面 道掌控着一切 如果真的有人发展了起来 他不可能不发现 只要感觉到对他造成了威胁 自然就能够第一时间抹除